原来古代的人类是这样生活的 那文化被图上保存是有必要的 对啊,文化保存最终的目的第一 就是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 可以知道我们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现的任何古代遗迹 都应该被好好的保存 这样后代子孙才可以知道 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啊,你终于了解了 文化保存的最终目的是要 让我们了解土地上的文化 才能显现出爱乡爱国的意识 让我们更加热爱这块土地 哦,你好不好 啊,没有啦